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呢 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的VMware SD-WAN资深架构师宋建宏 为我们带来VMware SD-WAN 以应用程式为优先的软体 定义网域网路的解决方案主题 现在就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资深架构师宋建宏 掌声欢迎 各位伙伴 大家午安 今天昨天有人跟我回应 刚刚听到罐头掌声有点不太习惯 大家应该要来热烈一点给自己一个鼓励 让自己精神提振一下 我还没说开始 我刚刚走上台的时候 其实心里有感慨万千 百感交集 开心的是其实有看到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在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VMware的方方面面的一个 前瞻但是可行的一个解决方案 有点难过惆怅的是 我看到你们大包小包 然后呢我就想说 你们还可以抽个iPhone 那我问了一下我老板 我可不可以拿个经典品 老板说客户优先 客户至上 OK所以 我只能两手空空的来 不过呢 如果各位想要跟我拍照的话 我是非常欢迎的 OK好 真的跟各位开个玩笑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提起精神 接下来的25分钟 由我Patrick来跟各位提一提 VMware在网路上面的一个解决方案 很多人提到说 VMware在谈网路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是不是要跟一个网路的巨人 去做一个fighting 那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了 不同不同的应用程式 一直的出现 然后呢看到了云端的应用 一直的出现 那VMware要提出的是一个 如何从地端连接到云端的一个 网路连接方案 而这个网路连接方案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它让使用者 让各位在座的这些伙伴们 不管你是在企业总部 不管是在资讯中心 不管是在co-location的地方 在台湾各地的办公室 甚至在全球各地 都有相同的使用者经验 这就是所谓的SD-WAN的解决方案 好 那网路这个架构 其实呢行之又年了 那各位谈到说 我要一个企业能够建置一个可以上云 可以接地 可以连接各个分公司 资讯中心的一个网路方案 我需要的是什么 一个稳定的网路连接 所以呢 MPOS 这20年来 大家都听到的是MPOS 透过MPOS的流量工程 透过MPOS来提供品质的一个保障 透过MPOS来提供一个 VPN的一个资讯安全 这是这20年来的一个选学 但是呢我们看到了 随着应用程式 DevOps等等的 不断地吹声不同的应用程式 甚至手机的这个出现 我们看到什么 Mobility的应用 我们看到了移动 看到了虚拟化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 MPOS品质很好 它可以保障所谓的QOS MPOS稳定 但是它的相反词是什么 我们举个例子 它的相反词就是僵化 没有弹性 现在呢我们发现什么 大家的手机拿起来 499吃到饱 那个大家的这个线路 光是带 1G 下行1G 上行300Mbps 一个月可能只有1000多块 但是呢在MPOS 诶 我很好的品质 但是呢我的价格非常的高 那再来一个 我可不可以去应用到 这么多的这些不同的线路 来做我资料传送呢 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 在新的这些应用程式的吹声里面 MPOS发现了一些 比较不好的一些 比较困难的地方 包含了 第一个 诶 它的这个设备 我除了MPOS要申请线路之外 我还要开通VPN 所以呢我要等待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我必须要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来做什么 来做线路的开通 来做MPOS的一个设定 好所以呢在建制的时候 你花的时间都在等待的 这个一个成本 再来呢我们会看到的是 应用程式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不是在troubleshooting 我的这个IP address 这个thumbnet 或者是在troubleshooting 说这个线路要死不死 还是它到底死了没 最重要的是应用程式的效能 但是应用程式的效能 我们看到了一点 在router上面 在MPOS上面 很难去configure 大家都在po80上面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application 那再来一件事情 大家都在谈云端 有的企业会用到所谓的office 365 或者是用到很多的云的这些运用 那云的运用是 我希望在任何一个地方 透过internet 透过access我都可以上去 但是我们看到了 透过MPOS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今天可能在美国 但是呢我透过MPOS的专线 先绕回台北 再从台北上去云端 你会发现什么 哇我浪费了MPOS的线路 我呢浪费了一个这么长的距离 只为了上云端去存取 所以我们看到了MPOS 它有它的一个限制在 随着时代的进步 科技的演变 我们看到SD-WAN的一个solution 来做一个调查 这个 没有听过SD-WAN的举手 完全没有 代表 大家都非常了解SD-WAN 知道SD-WAN的是什么的举手 寥寥无几 糟糕 不用担心 我们这个民调没有什么问题 不用什么真名调假名调 好我们来看一下 SD-WAN它希望做到的事情是什么 它不是在把轮子重新改变 因为轮子就可以 就可以是轮子 不需要重新去改变 所以呢同样在做的事情是 SD-WAN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它提供了弹性 什么样的一个弹性呢 第一个 我可以除了MPOS的线路之外 我的Internet频宽这么大 有不同的Internet的频宽可以选择 我可不可以使用它 可以 为什么 因为随着加密的技术越来越好 我可以在上面做tunnel 我可以在上面去做加密 所以资料传送在Internet上面的时候 透过加密 不容易被看见 不容易被破坏 可能需要长时间 所以安全的部分 传输的安全解决了之后 我可不可以弹性的去应用这些线路 透过SD-WAN 它希望要做的事情是 我除了MPOS的线路之外 我可以弹性的去整合 或者是分流 在这不同的线路上面去使用 所以呢 SD-WAN 弹性的运用线路 再来一件事情是 在以前应用程式 我要做到应用 把应用程式去做 所谓的路由 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在router上面 只能做的事情是 看routing table 但是呢 透过SD-WAN 它可以去知道 你跑的是什么application 这个application 它需要的条件是什么 有的application 它可能需要的是 不能够掉包 延迟非常低 那我就让它走MPOS的线路 但是有的application呢 我是传送大档案 我可以允许它慢慢传 只要不要掉包掉得太严重就好 我可以选择什么 internet的线路 所以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这个application 来给它不同的一个路径选择的方式 而这个路径选择的方式是什么 依据线路的品质好坏 而不是只有断线在做切换 那再来SD-WAN呢 解决了所谓的上云端的 存取的便利性 为什么 既然我都可以用到internet的线路 代表什么 我local就可以出internet了 但我local可以出internet 我需不需要让这些 出internet的流量 走很贵的MPOS 回到总公司再出去 不需要 所以我可以overload掉什么 总公司跟data center的什么 Fileware的bandwidth 还有呢减少MPOS频宽的浪费 但是它还可以达到集中控管的效果 所以SD-WAN它在做的事情是 解决MPOS僵化的困扰 好 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SD-WAN呢 有哪些component 其实最简单的第一件事情 SD-WAN像是一个SaaS的服务一样 所以呢 它是一个简单的URL 透过所谓的这个 Occustrator 简单的URL 可以让你怎么样 可以让你在上面 设定 管理 控制 monitoring 跟troubleshooting 你的所有各个分公司的 这个网路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呢 管理者只要什么 一个URL 而这个URL 你可以通过你的手机 通过你的平板 通过你的笔电 通过你的桌机 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去access 因为它是在云端 所以你不需要去烦恼 这个设备要多大 这个设备 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只要知道 它是一个URL 是专属于你的URL 去做management 那再来SD-WAN 还会有什么设备 既然它叫做 SD叫做Software Defined 代表 它会有所谓的 Age的appliance 这个Age的appliance 它可以是一个VM 它可以是一个 放在appliance上面的一个image 所以呢 透过Age 我放在各个分公司 透过Virtual的Age 我可以放在 不同的云端上面 所以呢 我今天有公有云 我今天有私有云 我有AWS 我就在AWS上面去 subscribe一个VirtualAge 我有一个自建的 一个private的 一个私有云 我就透过OWA 去起一个VirtualAge 然后呢 我在总公司 分公司 各个分点 我可以透过appliance 来去串接起来 让整个企业变成是一个什么 自动化的 多点对多点的一个 secure tunnel 所以透过SD-WAN 很简单 一个URL 就可以帮你把 企业上面 我个分公司 云端 资料中心的Age 跟VirtualAge 怎么样 串接起来 变成是一个 多点对多点的 安全的一个通道 然后在这个通道里面 做什么 做应用程式 资料的传输 那另外 VeroCloud 有一个退役功能 叫做Gateway Gateway呢 在VeroCloud 在全球部件的 700多个Gateway 透过这个Gateway 你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知道 有时候上Office 365 它给你很方便 所以我可以用手机 上Office 365 用笔电上Office 365 任何地方上Office 365 但是呢 Internet的品质 不容易控管 所以透过 Cloud Gateway 你可以去什么 保证Internet 到这个Gateway中间的 传输的品质稳定 来确保它去 比如说Office 365 这样的 performance 它的quality 是够保障 所以在SD-WAN里面 很简单 一个URL 去管理 你的Age的设备 这个Age是一个appliance 是一个software 分布在总公司 分公司 资料中心 它好像是一个router一样 帮你把所有的网络 串接起来 OK SD-WAN的架构 那在这里呢 一定要再提一下 就是 2019年 这个Garner 最新的report出来了 V&Ware 在SD-WAN的部分 蝉联 还是在领导者的象限 我们看到有一个巨人 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 还是在领导者 他往后退了 这个C开头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software defined 代表的是 你必须要用 所谓的软体 来去做定义 而不是用硬体 然后呢 去换个OS 就叫做SD-WAN 所以呢 这里 这不是工商时间 这是实际的 V&Ware 还是第一名 唯一支持 V&Ware 记得 领导象限 还是第一名 好 那 在这里面呢 这是全球实际的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 像 中华电信 第一线 或者是在全球的 一些500大企业 都有 甚至在台湾的一些CAS 那甚至 很厉害的一个CAS 是两岸三地 它甚至中间 透过VPN 然后呢 因为当然中国 有一些政治的关系 所以呢 它在中国有中国的云端 其他Global有 Global的云端 透过SD-WAN 可以让两边的VPN 互通之后呢 让两边的资料 可以做一个安全的传输 所以呢 在这个案子里面呢 它整合了SD-WAN 整合了MPLS 然后呢 再整合了云端的服务 好 这是一个实际 台湾的一个 Global Company的一个CAS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整合 它达到了一个 线路的弹性运用 所以它在分工室的部分 它可以透过 Internet 透过MPLS上来 然后呢 在两岸三地 在两岸之间 它可以透过VPN MPLS的VPN 来做流量的保障 而不会因为穿墙 而被挡下来 然后呢 在中国呢 透过中国这边 各地 因为不同的电信商 它的Internet不一样 所以呢 在中国的部分呢 它可以在中国各地 由Local直接上 Local的这个云服务 所以这是一个实际 透过VeloCloud VMware SD-WAN的一个CAS study 跨国 跨全球 整个MPLS 跟Internet的一个 实际的案例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SD-WAN讲了这么多 有听到Orchestrator 有听到Edge 那还有一个案子 那我们来看看 它有哪些特异功能 我应该准备一些奖品 让大家记一下 有哪些特异功能 第一件事情 我们再讲 SD-WAN它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 它要解决 以前在Router上面 只有断线 才能够做连线的困扰 所以SD-WAN 第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要量化这个线路品质 那什么叫量化线路品质 这线路品质不好 叫做三分 这个线路品质好 叫五分 并不是 我们看它所谓量化是 不同的应用程式的type 告诉你 在怎么样的传输上面 它的这个 performance的表现如何 所以你会看到 它在Monitor线路 它不是只有 Fysical 断掉 才叫做断线 它告诉你的是什么 我可以Monitor 我的掉包率 我可以Monitor 我的这个封包 从发送到收端的 这个什么 收送的时间 然后呢 我可以在Monitor什么 每个封包 在发送的时候 它的这个到达的时间 我们叫做Jitter 所以呢 它透过封包的仪式率 它透过所谓的这个latency 跟透过延迟 你就可以知道 这条线路品质 它可能是要死不死 还是这条线路品质非常好 那透过这样子的 这个持续的Monitoring 你就可以来做什么 你就可以来 依照不同的应用程式 来决定 我要不要来 在这个线路上面做传送 比如说 我看到一个 这个Piggy Loss 掉了3% 但是呢 这个Piggy Loss 掉了3% 我这条线要不要用 可以用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让它发送email 我可以让它做web的存取 但是呢 如果我看到这个线路呢 这个Jitter很严重 这个已经到了20个mini second 虽然没有掉包 但是这个Jitter抖动很严重 代表什么 我VIP在上面传的时候 这个Room在上面 这个可能在VIP电话 你会发现什么 有可能会有串音 或者是听不清楚的状况 那你可能就要让 这样的application怎么样 走到别的线路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依照不同应用程式 来看线路的品质 来决定它 怎么走法 所以持续的monitor 线路的品质 而这个线路品质是什么 掉失利 Jitter跟Latency monitor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假设在正常情况下面 我的age在总公司 跟分公司之间 持续传授 我们看到了 今天呢 风包 线路没有断 但是我们看到 MPOS的线路 好像不太好 这个Pakilose 掉了1.5% 怎么办 我的流量传进到我的age的时候 我要做的叫做修正错误 它的修正错误怎么做呢 它的修正错误就是 我复制一个风包 这个风包进来的时候 我再做一个复制 这做复制风包之后呢 我让它走在两个不同的线路上面 所以我到了总公司之后呢 我收进来的时候 如果有掉包了 我另外一边收得到 所以我组合起来 往后传到后面的seller 传到后面的real time的application 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还是收到了 那如果呢 我线路断断续续 但是呢 我在收的时候 收到两个风包怎么办 它就丢弃一个 然后再组合起来 往后丢 所以你会看到的是 当我线路品质不好的时候 它先做的事情叫做 错误修正 透过错误修正来去确保 你的application 不会受影响 但是如果线路品质 越来越差 这个MPOS可能有人 挖断线路啦 马路被挖断了 它做的事情 我发现超过了我的strace后 我认为2% 对我的这个real time有影响 我干脆不要走 我走internet 反而好一点 虽然有一点点delay 但是好一点 怎么办 我直接切换 这叫做流量工程 所以呢 我可以让它怎么样 我不是只有断线的时候在走 我可以依照我的quality来做 所以呢 那通过这样子来去确保什么 应用程式的效能 OK 好 那 所有的应用程式都这样吗 Venware的Venware最大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你的应用程式 它可以自动分析 所以呢 在Venware里面 它分析将近4000种应用程式 再来一点是 它可以让你 我可以决定它是real time 所以呢 我在real time的时候呢 我要多考虑一点 我除了piggy loss之外 我可能连gitter都要考虑 但是呢 我这个application呢 不是real time 不是这种voice的 我可能只是video 我只要考虑什么 piggy loss就好 所以它可以做到什么 by application 透过policy来去做 这个路由路径选择的 自动化调配 看清楚 我可以有即时性的应用程式 它的这个 断线切换条件 以及它的封包更正的条件是什么 还有 非即时性应用程式 我可以去做一个很简单的分类 所以呢 以前在router里面 各位如果有考CCA 你就会发现 这个以前QOS 你要学非常多的这些理论 这个shipping policing 然后呢 这个buffer等等 你在这边其实 透过图形化 你不需要学这么多 但是你还是可以做到 你的application的guarantee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优化应用程式的效能 第二件事情是 SD-WAN 大家都在谈SD-WAN SD-WAN真的这么神吗 它的确这么神 它的做法 我们刚才讲 你所有对使用者来讲 就是一个URL 这个URL呢 所有的事情都是透过 click 透过这个滑鼠的排序 来去帮你决定 你的路由转发表 要怎么走 你的这个连线 要怎么结合 点对点 还是点对点多点 还是多对对多点的VPN 要怎么设定 在以前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 我的设定 我必须要记得 很多的comment 所以我要 啪啪啪啪啪 打非常多 这一台设定打完了之后 如果我的四台 每一台各做一次 但是呢 在透过 SD-WAN最大好处是什么 透过一个URL 在这个URL里面 我在做 VPN的设定的时候 叫做勾选 再来 我在调 所谓的forwarding table的时候呢 我透过的是什么 这个排序的勾选 所以呢 我可以让它优先走tunnel 还是让它走底层的NPS线路 我透过的是什么 这个很简单的 这个排序的方式 另外呢 troubleshooting 以前troubleshooting 最麻烦的是什么 我要先连到第一台 看一看之后呢 先把这个form ball capture下来 或者是debug完了 把logo刚才抓下来 再连到第二台 第三台 第十台 现在呢 我可以透过 单一的界面 我就可以很快地去把 我需要的资料 封包抓下来 然后呢 很快地去做比对 所以呢 从设定 从调整 到troubleshooting 都在单一的画面上去 做一个解决 OK 所以图形化的好处 那 再来 VMware 最强最强的是什么 从各位从八点多进来之后 到现在 我们听到非常多的手续 在做什么 容器 云端 各种不同的云的整合 VMware的这个 地端的整合里面 VeroCloud 让你 从地端的点 Branch对Branch Branch对Headquarter 还有呢 到任何的公有云 你可以在AWS 在Azure 在阿里云上面 可以subscribe到 VMware的Virtual Edge 然后呢 或者是 你可以透过 这个自己放Virtual Edge 到你的石油云上面去 做到 各种不同云存取服务的整合 所以VMware呢 第一个 在全球有布了700多个Gateway 所以你可以透过VMware的Gateway呢 得到一个 有保障的一个 上云服务的一个存取 再来呢 VMware呢 在全球呢 放了这些Gateway 放了这些存取之后呢 它达到的是 4个9的这个SLA 所以呢 你不需要担心说 这个UIL会不会有一天挂掉 或者是我的Gateway 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其他的 全球并有的状况 所以可以达到 多云的整合 好 再来 既然是一个UIL 它就是一个云平台的 中央管理指示 对管理者来讲 你只看了 就是一个UIL 它的画面 当我发现问题的时候呢 我可以透过这个Goey来看到 诶 异常的告警是什么 这个异常的告警呢 我可以透过历史记录档 去查找原因 可以找到 是哪一台设备 发生什么状况 或哪个线路有什么状况 发现到原因的时候 诶 我觉得说这个调整 透过这个 它自动的切换 太慢了 我可以直接线上 及时去调整 调整完了之后 我可以及时看到 显示的结果 全部在单一的UIL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叫做所谓的 云平台的中央管理机制 有了这样的管理机制之后 最重要的是什么 报表 所有所有的这些 好的系统 很重要的是 所有的报表 那整合在上面的报表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报表不是只有告诉你 这个link好或坏 我们看到的叫做 第七层的 Application Identify 所以我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同样是Paul80 在这Paul80里面 你可以看到 它可能叫Apple Update 它可能叫做Office 365 它可能叫做HTTBS 所以我可以看到即时 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记录档 所以我可以知道 比如说在这里面 Office 365 我的这个top的device是谁 然后我可以看到 谁在使用 所以我除了可以 帮这些application 去做频宽的管理之外 我还可以知道 谁在使用 用了多少的量 那它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所以让你在各个企业 除了你在企业总部 以前要透过Firewall 去找了很多log 你可以透过SD-WAN的设备 让你去知道 你的edge 你的分公司 这个流量有多少 你的datacenter流量有多少 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图形化管理 全部都是即时性的图形化的管理 的一个界面 所以 透过Velkerr 我们提供了什么 第一件事 有人说你讲得这么神 这个设备呢 怎么做 Velkerr很简单 是叫做一件事的快速安装 这个设备呢 你不需要拿来的时候呢 我先插个console 你也找不到console在哪里 我不需要插个console 然后卡梅来先做一些初始化 完全不用 它就像信用卡开卡一样 你只要有一个activation的一个call 你收到这个email之后呢 你请远端的人 把这个activation的这个email 把它 这个里面的这个activate的call 把它启动之后呢 它会自动地 把configuration跟IP放下来 所以呢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件事的启动 那当然啦 这个各位就少了出差的机会 可是呢 你可以很快速地 去做一个远端的安装 再来一个 MPOS跟internet的线路的整合 以前MPOS只能有MPOS背 internet只能够做internet的事情 但现在可以 MPOS不行 我用internet来 internet加MPOS可以怎么样 频宽聚合起来 或者是分开使用 另外 我们刚才讲 它做的是什么 link的quality monitoring 掉包率 延迟 还有这个 这个 jitter 所以呢 我可以看到什么 internet 最难控制的这个quality 全部呢 都在 集中式的 UIL 让你 一目了然 所以 透过VNware的SD-WAN 我们可以达到 弹性的MPOS 跟internet的线路使用 高可见的 WAN的品质管理 好 这么多 因为我时间到了 所以呢 在这边 再跟各位 要做一个工商服务 各位出去在右手边 在这个 我们的 这个VNware的BOOST里面呢 有我们的SD-WAN 的一个 这个demo live的demo 这是今天早上 我们今天早上 拿到这台SD-WAN的设备 直接里面放LTE的卡片 直接就做了一个live的demo 所以可以在这个BOOST里面 可以看到 我们SD-WAN 刚刚的这些 及时的流量报表 还有这些 这些流量的状况 那如果欢迎各位 有兴趣的话呢 到这个BOOST走走 我会在那边 为各位服务 那我的时间到了 那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